老大师妹让我听神的道意 让我先同心的祷告 先生们让我们听到之前先同心祷告 非常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来 在你的带领之下 去明白你如何使用圣灵能够引导昔日的门徒 能够继续走在士风的道路上 走在一条泳神的事上 求主与与与与与同在 让我们能够真正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圣灵的引导 将这些道理同样黑骨铭心地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 发挥在我们每天每一日每一秒钟里面的生命 却ged to ven 我亲爱的父亲 khęsende 我们再次能够回答你的话语 能够在着 你的话语当中 跟说有关 过去你的灵 怎么样带领你的门徒 都在上帝里的 荣耀的道路当中 求你帮助 让今天我们同样 透过圣灵 跟着你的说话 能够使我们刻骨 永生地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天活出主你的生命 我们能够 在每一刻都能够 带领很多人 能够让他们明白到 我们是怎样以为 随着神你的灵 来获得耶稣徒 主神你的致命 我们大家奉祝耶稣的名祝 Amen 我们大约 计到今天来计 我信了主大约三十年左右 到了今天为止 我大概信主有三十年 也代表了 侍奉了上主三十年 也代表了侍奉了上主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的基督徒的路程上 在三十年的基督徒的路程当中 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我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很诧异 我问你们是不是很诧异 牧师你说你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你不是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不过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听 的而且我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确实我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纵使在圣经的里面只形容只有一类的基督徒 但是在圣经的当中所显示的基督徒呢 圣经当中所显示的基督徒呢 被今天各色各量的人的思想行为 甚至他们自己的思维哲学 将它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出来 被今天的思维思想哲学 塑造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出来 说到底其实都是因为大家对圣经的接受程度有不同的层次的了解 说到底是对圣经的接受程度有不同层次的理解 理解都不是最重要的 理解不是最重要的 是那个心态的问题 是那个心态的问题 最严重的一类型的基督徒的人 最严重的称作基督徒的人 甚至他不会说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 他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 只相信他自己的感觉来做基督徒的 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去做基督徒 我最紧认识一个刚刚信了主 甚至接受了洗礼的一个要做基督徒的人 我刚刚认识一位刚刚信主接受水里的基督徒的人 他告诉我听他经历了一次耶稣基督的战经的感动 他经历了一次耶稣基督的战经的感动 这就是Jesus Shiver OK,有没有听过? 你有听过吗? 我有听过 不过第一次见到有人亲口的跟我承认 我是见过 但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亲口跟我承认 那我也很好奇的问一下他 是怎样震动 我就很好奇 就问他是怎么被震动的 Shiver这个字 英文其实可以解释打冷震 就是说英文解释也可以说打冷震 他整天都觉得打冷震 他整天就打冷震 他整天在办公室里面都觉得很打冷震 他在办公室都会打冷震 接着我看一看他的头顶 我看他的头顶 怪不得知你打冷震 不光是打冷震 因为各式各样的讲法思想 各式各样的讲法思想 就是讲自己的思想奋在这个教会当中 称之为上者的旨意 于是说乎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 出出来 于是会有不同类型的基督徒走出来 甚至有很多是假的基督徒 甚至是假的基督徒 我为什么讲这个事 因为当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没有办法要脱离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们做基督徒无法脱离一个重要的事实 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也确实有很多不同的神学 是衍生在我们所称为教会里面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上 有不同的神学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运作 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功课 方便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怎样去辨别诸灵 就是说能够辨别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说自己有灵感 有上帝的灵引导 因为很多人说他有灵感 有上帝的灵引导 究竟这个灵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灵是从何去而来的呢 因为你说是从上帝就是上帝的 所以你说是上帝就是上帝的 怎样才辨别到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缺乏了这种辨别能力的话 如果我们缺乏这种辨别能力的话 就很容易跌进去一个属灵的陷阱里面 就很容易遇到一个属灵陷阱当中 表面好像很真 表面好像很真 但是暗底里原来你已经走进一条灵液上帝的道路 背后走着背离上帝的道路 而这些道路很多时候还称之为上帝的道路 甚至很多人称之为上帝的道路 而这个正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 试图行转第二十一章 从一至十四节要讲的题目 就是使徒行转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也讲的题目 就是我们怎样去紧紧把握 哪些才是上帝的旨意 让我们好好去把握 什么才是上帝的旨意 而走着这条属灵的道路 行到这个属灵的道路呢 因为很容易我们会混淆在一些人的思义里面 也很容易能够分析在人的思义当中 这个也是在第二十章里面 保罗林离开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说的一番话的重点所在 这也就是说保罗在第二十章离开以弗所教会 对长老所说话的重点所在 这个正正在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九节里面 保罗所提到的有些恐怖的豺狼进入里当中 也就是说第二十章离开二十章二十九节 讲到有新报的彩党 他们会在你当中传这些谋的说话 在你们当中说博妙的话 引誘你去跟从他们 引誘你们去跟从他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功课 这个就是正正马上第二十一章 保罗亲身给我们看一下 怎样去处理这些功课 第二十一章就可以让我们亲身看到 保罗什么去处理这个功课 不过第二十一章有些特别的 二十一章有些特别的 我一旦去看一下有些什么特别 去辨别这些灵的时候 究竟这个灵是否真的从上帝来的呢 就是在我们二十一章见面这个灵 是不是从上帝来的 还是从别样的灵来的呢 还是从别样的灵来的 那我们试一下看一下 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 没看第21章的经文之前 或者简单的说回之前 说过些什么 我们看看事实到之前 都讲了些什么 从斯图行传去第19章开始 从斯图行传到19章开始 我们知道保罗开展了第三次的报道旅程 我们知道保罗开展了第三次的报道旅程 下一次保罗就已经是被押送去罗马的了 下一次旅程就是保罗被押送去罗马 所以在第三次的报道旅程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第三次报道旅程当中看到一种现象 保罗不断面对很多激烈的迫迫 保罗面对很多不同的激烈的逼迫 而这些迫迫是从一些有权有势 并且很有钱的犹太人 而去加租于保罗身上 是很多有钱有势 有权的犹太人加租在保罗身上 保罗去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 保罗去到哪儿他们避害到哪儿 没钱怎么追 当然有钱才能追得到你 有钱他们才能到处去追兵 从以不爽我们已经听过了 所以以不爽我们听过了 有些人还去买假神假偶像 就勾结很多犹太人的有钱人 勾结了很多有钱的犹太人 好了来到这里我们去看到 保罗一直被这帮人追趕 我们看到保罗以后被他们追趕 一直这样追 追到第二十二章 保罗回到耶路撒冷 因此追到第二十二章 保罗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一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有这幅大图画在里面 我们有这么一幅大图画在里面 明白到保罗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状态 已经是很多迫害不断的追在他身上 无顾想回昔日保罗没做基督徒之前 保罗没有做基督徒之前 就不断追害基督徒 不断的追害 现在自己做基督徒了 现在自己做基督徒了 去逼迫 去逼迫 在这个状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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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怎么面对好呢 保罗怎么面对好呢 我们曾经试过看到保罗 他身边有很多的人附着他一起去面对 过去有很多人陪伴着保罗一同来面对 来到二十一章开始 我们看到保罗已经开始转转转 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从二十一章开始 可以看到保罗通过转转转回到耶路撒冷 跟着就见到很多自己人 见到很多自己人 这些自己人是基督徒来的 都是基督徒 帮我们简单点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二十一章的里面 现在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离别了 众人就是说离别了这班以弗所的长路之后 离开里边这个人是以弗所长老之后 我们从来没见过保罗的报道旅程 是这么快的记载的 刚才Karen为我们读出的时候 我们都发觉 哇 眨眼 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了 一转眼就到耶路撒冷了 我们看一下简单点 从二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 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 第一到第四节讲什么 保罗跟着一上了船 然后到了哥士 然后坐船到了哥士 到了哥士 然后第二天到罗底 然后再从罗底去到帕大拉 然后到帕大拉 然后去到帕大拉 看到有一只船去费利基 然后马上上船 然后他们立即开船 返回这个 经过赛博洛斯 经过赛博洛斯 遭过赛博洛斯南的海岸 然后马上回到盆利亚 从来圣经没试过这么急的记载 甚至没有这么接受的记载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保罗这一次他要赶着回到耶路撒冷呢 保罗要赶回耶路撒冷 绝不需要延迟了 绝不需要延迟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曾经接受了圣灵给他在异象当中的启示 因为他接受了圣灵在异象中的启示 要他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这个记载在20章第4节和22节至24节的经文里面 好了保罗在这么急速的回程的路程当中 在这么急速的回程当中 有些什么人陪着他呢 有什么我们陪着呢 我们知道原来曾经在以不所成被迫害的其中一个同工和他在一起 他们分别来自于马其顿的地方 一个叫阿里达古 另外一个呢 都是我们熟悉的人物 叫歌邮 这是第19章第3031节那里有记载过的人物 19章有记载 保罗和他们出生入死过 保罗和他们出生于死过 于是这些人陪着保罗在一起 想着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可以说得真是出生入死的同工 他称作出生于死的同工 但是来到这一段经文呢 这段经文呢 当他一回到巴勒斯坦地 来到巴勒斯坦地 还没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还没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因为货船的缘故 因为货船的缘故 要在这些地方下货 什么要下货 那我们就看到 在泰尔这个 在巴勒斯坦地的著名海港 泰尔这个巴勒斯坦地的著名海港 要上一上岸 因为他们要下货 因为下货 保罗绝不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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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仍然把握机会 去和其他的门徒去交往 你要把握时间 和其他门徒交往 那里一停就停了7天 现在一停就7天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保罗在那里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 接受 面对这帮门徒 于是保罗就跟他们说 于是跟保罗讲 对保罗讲什么 对保罗说什么 他说保罗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第一次见到 我们第一次见到 除了保罗有这个圣灵感动之外 我们看到保罗有圣灵感动之外 在第四节的里面 这帮接见保罗的门徒 在泰尔也同样有圣灵感动 他们接见保罗在泰尔的门徒 也有圣灵感动 不过我叫保罗做什么 他叫保罗做什么 不要上耶路撒冷 不要上耶路撒冷 等一下 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我们在停一停想一想 保罗在先前 第二十章 保罗在先前第二十章 接受了圣灵说你要上耶路撒冷 圣灵感动说你要上耶路撒冷 要作见证 要作见证 作哪个见证 作主的见证 做主的见证 但是来到这里有哇声灵有启示 感动了些人 感动了些人 叫他通知保罗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通知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那我们又有个问题来到了 那我真的问这个问题 究竟上还是不上好呢 到底去还是不去好呢 听还是不听好呢 是天还是不听好呢 又是试试代入保罗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怎么决定好呢 你为什么决定好呢 保罗知不知道这次去实死无三 保罗知不知道他这次去死死无生 知道保罗早就知道了 20章的里面 保罗在20章里面 当保罗回程的时候 跟以法所教会的人讲话的时候 就是他跟以法所说 老祖就跟他们说了 就跟他们讲过 这次我去以后都见不到面了 以后我们见不到面了 为什么见不到面 为什么见不到面 因为他知道 跟着这次去耶路撒冷不太好了 因为他知道去耶路撒冷没有好事 现在有人告诉你 现在有人告诉你 圣灵感动我通知你 圣灵感动我通知你 叫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叫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你怎么样呢 你怎么样呢 好听点 哪里是好听的呢 哪里是好听的呢 想不上好呢 要上不上好呢 不上好像挺好的 不上好就很好 不上也不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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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屈指的人意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段圣经 有 我们再开简单的圣经 第四节 在他住了七天的时候 在太尔 普罗见到那些人 被圣灵感动 没有其他圣经记载 说不算圣灵 或者他们自己想法 没有这样写 没说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希望希腊文更加写 希腊文更加写 希腊文说是他们的圣灵 这就真是难解了 大兄姐妹 这真的好难解释 你不要把这个文章放在精神面前 我都还可以偷下鸡 如果说是没有刚才讲的这些放在前面的话 我真的还可以去采摸一下 自己的意思去解采 即没有一个指定名词放在前面 如果没有一个指定名词放在前面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说可能是那些人自己想的 有可能是自己想的 但没有啊 要说的那你就没得讲了 这个就没得讲 但是单数 一定是圣灵 一定是圣灵 如果再加一个Hoss 即是Holy 那就更加没得走样 如果甚至叫你的Holy 圣灵的话 所以圣经不是到我们自己喜欢 为什么 他写明是这样的 我就要这样的 这帮人感动他的圣灵 这帮被感动的那个圣灵 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如果你是保罗 你会说 保罗 我不用上耶路撒冷了 那如果你是保罗 说阿那好 我就不上了 保罗怎样反应 保罗怎样反应呢 我们看一下第四节 没有说什么反应 保罗没说什么反应 接着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保罗一帮人就起身走了 保罗一帮人起身前行 这帮人 受圣灵感动的人 和妻子儿女就送他们出城 这个时候 受圣灵感动的人 全力一通送他们出城 他还一起在岸上 其实原文讲到沙滩上 在岸上一起祈祷 他们在岸上 到沙滩上 祈祷了才走 以后祷告 保罗自己就说上船 那些人就回家了 保罗上船 他们回家了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这情况之下 保罗没有听过一样 好像保罗没听到是一样 你们会不会想一下 你们会不会想一下 有啊 圣灵感动 又说圣灵感动 为什么保罗不听 为什么保罗不听 你应该有这些问题 读到这里 你们应该理想到有这些问题 不正常啊 这个保罗 保罗不正常 正常的保罗是怎么样的 正常保罗怎么样 同工有意见 同工有意见 他会听的 特别我们在慈闻已经看过 保罗有些同工叫他不要做的事 他真的不做的 他真的不要做事 他真的没做 譬如我们先前在19章那里说 在以忽所的暴动 这些同工全部叫他不要去这个 剧场救救这两个人士 这同工叫他不要去 居上去 这两个人 不要救哥尤了 不要救阿里达古了 有他们啦 不要去救救亚特拉古 很危险的 保罗很想去 保罗很想去 但是这帮同工叫保罗不去 保罗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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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就没去 保罗为什么来到这一段经文 保罗为什么来到这段经文 不听他们说呢 不听他们假的 是不是他们的灵是假的灵呢 是不是他们的灵是假的灵呢 一次就算数啦 一次算数 似乎不止一次 好像不止一次 保罗来到这个时候 保罗来到这个时候 继续犹太尔搭船 然后犹太尔搭船 然后犹太尔第一个重要海港 就去另一个海港 叫做多利米 然后来到另外一个海港 保罗又在那里 又和那些弟兄在那里问安 和他一起住了一天 一起住了一天 第二天保罗马上又离开了 第二天马上又离开 那种很急促的态度 那个行程又回来了 这个急促的行程又回来了 等于我们想一下 很急促这样回来了 很急促回来了 保罗是不是赶着他去死呢 是不是这个急促的行程保罗 是不是假的要去死呢 我们有些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的 又不听那些童工的圣灵感动又不听 又不听圣灵感动 那他这一刻是不是完全不听圣灵说话 做事呢 是不是这个反正不听圣灵说话呢 他自己喜欢怎么做 他自己想怎么做 他自己想怎么做 今天我在这里想停一停 我去提一提 很多信徒是这样的 教会的牧者都是这样叫信徒 今天有很多信徒甚至末者 教会你要侍奉 教会你要侍奉 教会有很多事要做 教会有很多事要做 要搞师班 要搞主要学 要做师班 要搞社区中心 要一些义工去做 要找人教电脑 打断 打羽毛球 打乒乓波 打羽毛球 有人又喜欢做茶水档 让他喝茶水 不是喝免费的 现在要卖的 我知道很多这些中心要卖茶水给你 你说卖茶水 你喜欢做哪样就选哪样 你喜欢做哪样 就又加一句了 随声令感动你 随声令感动 随声令感动 教会有很多时候做的事 教会有很多时候做的事 经常观想说 圣灵感动你 反正 其实归上一句 谁圣灵感动 其实正在推动你自己 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 就是推动你自己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知道这种心态 你做这个心态 是罪人的心态 是罪人的心态 如果牧者这样推动你的话 如果这个牧者这样去推动你的话 这个牧者一定是奋斗的 这个牧者一定是来自撒弹的 为什么呢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叫你去做 这个还不是撒弹推动人的做法 就你想做什么 你去做 牧者就听 他不是撒弹吗 从创世纪 到史诗纪 到史诗纪 到这个撒母义纪上下 到参观之上下 到秘鲁归回 到秘鲁归回 到现在生涯时代 到现在生涯时代 都同样一个问题 都同样一个问题 人自己喜欢怎样做怎样做 是上帝最看到这个人的罪的显示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上次这样看到你这个时候 保罗现在是不是这样的现象 保罗现在多了 保罗 保罗是不是多了呢 看多一点点 好吗 我们再往前看 第八节 第八节 保罗第二人 马上又离开 哇好急 很急 然后 就去到埃撒尼亚 来到凯撒尼亚 他去怎么样 他在那里进入了那里怎么样 原来他找了一个地方 原来 费利加那里有福音传到他那里 来到费利加 他就跟他同住 这个还著名 费利加那七个执事当中的其中一个 特别记载 在帝利加那里 第六章那里记载 那里跟他同住的时候 在那里 原来发现 费利是这七个执事 其中一个 费利是七个执事当中的 他有四个龟女 他有四个龟女 都是柱女 都是柱女 要讲语言 讲什么语言 讲什么语言 我们又有问题 我们要有这个问题 四个柱女讲语言 四个柱女讲语言 有些人在这里讲 还不在这里叫女人做牧师 这是女人做牧师 不是啊 不是 在圣经的里面 在圣经里面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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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经里面 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 第一个叫米利亚 第一个叫米利亚 在出埃及记十五章 出埃及十五章 20-21节 20-21节 就这么多了 两节 就两节 第二个 第二节 迪波拉 迪波拉 在《士诗记》 第四章四节 四章四节 就是临危寿命的 就是临危寿命的 第三 第三 叫护勒大 护勒大 护勒大 在《列王几下》的第22章8-20节 《列王几下》的第22章8-20节 和《列王几下》的34章14-18节 《列王几下》的第24章14章 要找女士去说语言 这个叫最长的 《列王几下》的第23章 另外一个 就是 先知以赛亚的太太 先知以赛亚的太太 就是说过以赛亚书第8章3节 以赛亚书 83节 跟着就有个 假女先知 应该不想记载的 有个假女先知 在以赛亚书第13章17-23节 以赛亚书第13章17-23节 第六个 就是这个 《列王几下》的 《列王几下》 《列王几下》的 在《列王几下》的第6章14节 讲过一次 《列王几下》的第6章14节 《列王几下》的第6章14节 另外呢 有一个就是 讲到一个 未来有一个先知 有一个女先知 《列王几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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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几 说完之后又不好的,米利暗自己也发麻风 米利暗自己有麻风 圣经不是强调女性去做这个工作的 因为这个工作不是一个office of prophecy 就是一个先知的遗分、职份 从来上不是叫女性去做 先知遗分成了不是要女性去做 但每当这些女性要出来做的时候 都是男性搞得不够,不知所谓的时候出来 就是男性做得不好的时候 所以在这段圣经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 这世界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 保罗,哇,开始乱了 保罗这个情况是不是烂套了呢? 于是又找四个费利执事的四个女儿来说语言给她听 说了什么呢?又没说 不过,我们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节 第十节讲什么呢? 第十节讲什么呢? 保罗他们一团人 保罗一团人 住了在肥利那里几天之后呢? 在肥利那里住了几天之后呢? 就是一个先知出现了 有一个先知出现 这个先知叫做阿加布 叫亚加布 阿加布是哪一位人士呢? 亚加布是什么人士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士图行转的第十一章里面 如果大家还记得士图行转的第十一章里面 如果大家还记得士图行转的第十一章里面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阿加布 就是亚加布 换个话来说 这个阿加布说的东西应该很有分量的 所以亚加布讲的话 很有分量的 亚加布讲什么呢? 他讲什么呢? 在一个执事家里 已经有四个女主女讲完预言 又四个主女讲预言 他讲什么呢? 他说到我门者女 刚好我们这里 就拿布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 就是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 他走到来 拿了布罗的腰带来绑住自己的手脚 保罗的腰带 他不单止说话 他不光是讲 他做了给你看 然后说什么呢? 说什么? 圣灵说 圣灵说 哇,好严重啊 这次真的 不单止 definite article都出卖 Holy都出卖 Holy? 圣灵说 圣灵说 圣灵讲 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在腰带主人 要把他交在外方手里 这条带的主人是谁? 这带的主人是谁? 保罗 保罗 还不是? 这还不是吗? 保罗你这次上去死定了 你这上去一定死定了 连这个先知 在本地的先知都这么说 本地先知都这么讲 正正就要绑你 绑了你之后 交给外邦人 在这个状态之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保罗回应是怎样? 保罗回应是怎样? 我们看完十二节 我们说 我那本地的人听见者说 都俯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本地人听这些话 就鼓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谁呢? 路加 路加 写士团军的作者 先我们讲到他那两位同工 两位同工 一个叫哥友 一个叫阿里达古 一个叫阿里达古 之后他们还陪着保罗继续去 去罗马 陪着保罗去罗马 不过我们看一下 全部人 全部人都走来叫保罗 你千万不要上耶路撒冷 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保罗的回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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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的回应是 保罗的回应是 我们一起读好吗? 第十三节 十三节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我们读完之后 我们读完之后 你们会觉得 我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保罗 这个保罗 死猫一变的 讲 就是这个很倔强 不听人讲 不听人讲 是不是死了呢? 是不是死了呢? 之前很地地的 在以法所都听我们的同工说的 以法所都听我们同工说的 不光是被捆绑 我要为主的名 我们为主的名 就算死在耶路撒冷都愿意 就是为主的 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 又这么急要又赶回来 这么急赶回来 赶着上去耶路撒冷 赶着去死 赶着上耶路撒冷 赶着去死 有时候好像在海路撒车那些人 哇 无端端插车 我们就会想 是不是赶着去死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海路上有人 保罗是不是赶着去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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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般人来看 没有灵性 一般人开始没灵性 死牛一变颈 就是这么倔强 不懂做人 不懂做人 又说自己好有灵命 现在圣灵讲话他不听 说自己有很灵命 圣灵讲他居然不听 没听过说了 这个保罗 不要听他讲 我们看圣经作者如何介绍 保罗回应 我们看保罗的回应 充分反映出 使徒行主的作者 了解到保罗的状态 充分显明的 写十多行业 就是保罗的状态 保罗既不听血 保罗既不听缺 我们被咒口了 我们就咒口 此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因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我想问一下 如果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觉得 使徒行传的路加 和他一帮的童工 都放弃保罗呢 你们看看是不是 这个路加和童工都放弃保罗呢 都不听讲 他不听讲 说你做什么呢 想做什么呢 既不听缺 既不听缺 那不如算数了 收口吧 那只收口 不要讲了 那就不要讲了 说一句好听的说话 当大家埋欄算数了 就是这样就好听的话 作结局埋欄意思 愿主旨意成就 愿主旨意成就 这是不是费气说话呢 这是什么废气的话呢 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如果不懂希腊文 就真的不懂怎么解释 如果我们不等希腊文的话 就很多怎么解释 保罗在这里的回应 保罗在这里的回应 他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你有没有捉到保罗想说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这个说话 如果希腊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 希腊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 你们搞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又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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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得怎么样 搞得怎么样 想打碎我的心智 想打碎我的心智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这样 了解希腊文原文是这样的意思的时候 你应该不难了解 如果你了解希腊文的原文意思是这样的话 保罗不是发神经 保罗不是发神经感到去死 保罗是一样东西是要坚持的 保罗一样东西是要坚持的 人想做什么 人想做什么 从情感上出发 从情感出发 就是圣灵有一个启示 其实圣灵解释 你怎么去演绎呢 你怎么去演绎呢 很多人就靠自己的情感去演绎 有很多人靠自己的情感去演绎 例如有个俊男美女来到你面前 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或者漂亮的姑娘在你面前 你当时有单身 跟着呢 你又有一帮帝兄姊妹在你身边 有一帮帝兄姊妹在你身边 跟着你又 啊 见到一个漂亮的美女 见到一个漂亮的小伙子 或是一个姑娘 有个例子 某某个女孩在我们团契 某某一个女孩在我们就谈 有个帝兄的走进来 不是帝兄 有个男孩走进来 有个男孩走过来 啊 是不是我丈夫呢 跟着呢 跟着呢 就跟你身边那些帝兄姊妹聊 身边的弟兄姊妹 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 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 他们就会跟你说 可能真是上帝的旨意 可能真是上帝的旨意 带这个男孩来给你 带这个男孩给你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如果你是这样看的话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是啊 我又单身 你看 我又单身 我又想找一个配偶 我也是找一个配偶 刚刚又有一个 这么巧又有一个 正所谓天时地利 我就是那个人 人磨了 正好天时地利 我要这个人 我就去找这个男孩 开始跟他约会 最后跟他结婚 但我就去约这男孩 跟他 跟他 彭琳娅 最后拖得见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你就随着你自己 意思在做事 那是谁 你自己 因为你决定 因为你决定 首先 完全是靠你自己的需要来想 因为靠着你自己的需要来想 你有没有看过上帝 整个过程里面 怎么确认给你看呢 你看上帝怎么确认给你看 最坏就是这样的信徒 最差的信徒 我感觉到上帝是带这个男孩给你的了 我感觉是带这个男孩给我 那你就听他说 对 有个弟兄 有个姊妹说他感觉到上帝是带这个弟兄给我的 我有一个弟兄和姊妹说是带这个男孩给我 信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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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采取这个意见 就采取这个意见 就采取这个意见 圣灵有些事情做了 圣灵有些事情做了 圣灵有些事做了 你怎样去衡量圣灵做事 是不是真的 这么解释 圣灵事情做了 怎么去解释呢 可能圣灵真是带了个男孩来的 圣灵可能只是带了个男孩来 不过不是给你呢 不是给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完全靠自己去决定 靠自己去决定 你就说是上帝带领 圣灵有感动 圣灵有感动 圣经主帮 即或是上帝圣灵所做的事 即使是圣灵所做的事 你怎么演绎过来呢 你怎么演绎过来 是很重要啊 很重要 保罗怎么演绎 保罗演绎的是之前 保罗演绎是之前 圣灵给他的啟示 圣灵什么时候给他的啟示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圣灵什么时候给他的啟示 在第20章第4节 和第20章22至24节讲过了 到22至24节 老祖圣灵已经叫保罗 你一定要去准备 去向外帮人去作见证 你要上去外帮人作见证 去罗马那里作见证 罗马作见证 怎样作见证 你现在要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你要尽快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下一步就会带你去做见证 下一步就会带你去 所以保罗先生这么赶紧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先生这么接受的回到耶路撒冷 在过程当中保罗先生一直的焦点都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发生任何的事 无论发生任何的啟示 从圣灵的安排里面 从圣灵的安排里面 无论直接来到我身上 无论直接来到我身上 或者在身边所有的人所接收到的圣灵 他的啟示 或许多人知道圣灵的啟示 我的演绎都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决定了 我这些演绎都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今天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里面 这辨别是不是神的啟示 要辨别是不是神的啟示 我们只要熟悉上帝的说话 我们要属于上帝的话 用上帝的说话可以量度 究竟面前所预见的东西 就是上帝的话 量度下面所说的时候 应该是怎样演绎过来 要怎么去演绎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私意 信我意我就觉得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说信我意才是上帝的旨意 不信我意思就不是 不信我意就不是 保罗由头都知道 回到耶路山死定了 他知道去耶路山的事一定死定了 一定被绑了 一定被绑了 所以他说就算我被绑手绑 死在那里都没所谓 我其实被绑手绑就死在那里 但是你们在做什么 哭一哭心 你想打断我这个心子 那我这个心知 所以你没有希列文你解不定 第十三节保罗说这番说话的第一句是什么 如果说朋友笑 那你解释不同 十三节的说什么 即使多痛苦都好 保罗的演绎 无论多痛苦都好 保罗的演绎 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第二 我就很少这么解经的 我很少这么解经 保罗一定属于《旧约圣经》 保罗一定收到《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在《诗篇》 1819篇第85节曾经这么说过 《诗篇》在119篇第85节前这么说 《诗篇》 119 verse 85 保罗一定属于《旧约圣经》 保罗一定属于《旧约圣经》 不顺从理律法的骄傲人 为我挖了哭 不信称你 神立法的骄傲 为我决了坑 一定要熟悉上帝说话的人 去看上帝的工作 如果你不熟悉上帝说话的人 你就算看上帝的工作 你记得看上帝的工作 你会将他完全扭曲扭歪 你甚至会扭曲扭歪 因为这种人会骄傲 靠自己的喜好来做事 因为会骄傲 靠自己喜欢 如果信这些人 就是自己找个死坑 坑就是一个坟墓 自尋死路 就是自尽坑墓 自尽死路 保罗怎么演绎刚才所遇见的这批人 保罗怎么去演绎 实际上这批人呢 在泰尔那里 一帮很爱的弟兄 和他见面 跟着又去到贝拉 贝利加 又去贝利加 有四个女儿 有四个女儿 又作语言 有所语言 那个语言一定就和这个阿加布一样的了 这个语言一定和阿加布一样 所以作者是这样引下去就说 哎呀你上去一定被捆绑 你上去一定会被捆绑 但怎么演绎这句话呢 怎么去演这话呢 被捆绑的话 靠仁义 靠仁义 不要去 我要去 到底干嘛呢 去干嘛 醒目的嘛 我们人很醒目的 我们醒自派不会这样自己送死 自投罗网的嘛 我们这个醒目的人不会自投罗网的 诗意的就是不就是这么想的 诗意就这么为止想 为什么上帝心意的人怎么想的呢 你上帝心意的人怎么讲的 既然 透过这么多的人 透过这么多人 认证了我上耶路撒冷一定被捆绑 我上耶路撒冷一定被捆绑 对 了解清楚了 尤其清楚了 上帝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送我去罗马 上帝用这样的方法送我去罗马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 很贵益人的本性 很贵益人的本性 但他因为这样要更粗练到保罗更决定 一定要上去耶路撒冷 就是说超量保罗一定要上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讲这番话呢 保罗讲这番话呢 第13节 我是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或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接着路加开始明白了 路加开始明白了 他不是怀疑 不是想记载保罗的丑态 他不是想白衣 他开始明白了 他开始明白了 保罗不听劝的原因是什么 保罗不听劝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看上帝 在藉着圣灵 在不同人身上的看事 其中圣灵的不同的启示 是要造成一个更让保罗坚决面对 未来的一连串的挑战 更加要坚定保罗要去面对一连串的挑战 成就主的旨意 成就主的旨意 所以中人住了口 这文俱了口 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愿主的旨意成就 请准备 我们怎样去看上帝的工作 我们怎么去看上帝的工作呢 不是玩玩一下的 不是玩玩而已 很多人回教会 信耶稣玩玩一下 怡气气的 就说很多人信耶稣来教会聚会 就是玩玩而已 信耶稣是一件 要赴上生命的事情 信耶稣要赴上生命的代价 没得说信不信不信啊 信一下不信 看一下怎么样啊 到时再看怎么信 看看以后看怎么信 最需要的那些牧者 我听了这么多年 我做了30年牧者的信徒 我最恨那种牧者 说这番话 因为我做了30年的信徒的话 我最正好牧者 一到布图会 一到布图会 就说 信了主先 信了主再说 拿着上天堂的入牢圈 至少拿着上天堂的玉上卷 我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那到时你拿着入牢圈不入啊 拿着入牢圈不入呢 不知所谓这些牧者 不知所谓 现在通戒都是这样的牧者 就是说大家都在牧者 他们想事 完全是从人意去想事 他们想事 只是人意去想事 他有没有从一个大头画 有没有成一个大头发 在这段圣经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这个世界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从耶稣昔日 对着一个他所爱的门徒 对他所爱的门徒 这个门徒 就很爱耶稣的 很爱耶稣 个个都知道耶稣上耶路撒冷危险 个个都知道耶路撒冷危险 这个门徒就走来和耶稣说一句 这个门徒跟耶稣讲一句 主啊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啊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啊 他会死的 那会死的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怎么回答 撒旦 撒旦 去去吧 这个什么门徒啊 在士团人传也很出名的 这个是门徒在士团圆 不要说牧师 整天都什么都说了给你听 回去做一下功课 去做一下功课 可以的你就告诉我 有网听的就短信我 OK 撒旦天上他在担心我 从人意而生的 就撒旦请退去吧 趁人意而生的 撒旦退出吧 但是这里呢 你看看 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 这里全部是圣灵的工作 问题是你怎么演绎这个工作 你怎么去演绎 肥利四个女儿 不知道这么多事情 肥利四个女儿 不知道这么多事情 怎么知道上帝有什么启示给保罗来呢 怎么知道这么启示给保罗来呢 你说了给我听我就明白了 你讲到我听我就明白了 这个先知啊 这个先知啊 来到保罗的面前 来到保罗的面前 都只不过告诉你听 这个腰带的蜜主将会被捆绑 这个腰带的主人会被捆绑 他没有叫他不去啊 没留意啊 他没有叫他不去啊 你个个都这么想 你个个都这么想 那是从人意嘛 因为从人意 但是从保罗知道 保罗知道 他不是趕着去死 他不是趕着去死 而他知道这个是上帝要他这样做 这上帝要他这么做 心智不变 心智不愿 虽然越来越多消息 告诉你听是很难过 越来越的消息很难过 很多消息 很多消息 都是从圣灵而来 都是圣灵而来 很准确 你上去一定绑你 你上去一定被捆 结果真的被捆 结果真的被捆 我们以后会讲 大体经节目 更叫保罗心智 更坚定 要保的心智 所以保罗说 你们不要哭 打碎我的心 你不要哭 打碎我的心 明白吗 当所有人明白之后 当所有人明白之后 就开始了解到 要开始了解到 要成就的 是主的旨意 要成就主的旨意 作为一个全道人 作为一个全道人 就要给所有信徒知道 要让所有信徒知道 我们要达成的 是主的旨意 是主的旨意 不是全道人自己的旨意 很多牧师经常都这么做 很多牧师经常都这么做 很多牧师都这么做 我也都见很多 我也见很多 最喜欢就是在教会搞建堂 最喜欢教会搞建 一搞完建堂 就导了去 一搞完建堂就走 就立刻前击了 立刻 然后周路世界角度 和人说 我在哪里见了哪间堂 去哪里见了哪间堂 你见完堂之后的教会 通常就开始是纷争的起始点 就开始纷争起始点 最需要牧羊的时候 这些牧师就走了 因为他拿了个彩 因为他拿到这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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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 世界各地周到说 世界各地讲 自己开了七间教会 在多伦多 全世界周到说 去法国去哪里 都这么说 香港大陆 全局都这么说 在多伦多开了七间教会 每个人都说 哎呀 这个黄牧师 不是我 哎呀 这个牧师都好 哎呀 他多伟大 对不起 他知不知道 那些人知不知道 他开了这七间教会之后 变成什么 知不知道开了七间教会 变成什么样 凭人意而开的 凭人意而开的 很快会倒塌 很快就会倒塌 这个圣经 这个圣经 告诉我们 你和我做基督徒 以后我做基督徒 如何去揣摩上帝的心意 如何去解读上帝的工作 怎么解读上帝的工作 不要靠自己 不要靠自己 如果靠自己的话 如果靠自己的话 很容易就错 很容易就错 求主帮助 要么曾经打开 天父多谢你 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看见 保罗一个很独特的见证 他如何去解识 解读上帝的工作 今天我们经常都问很多知心的基督徒 问他们 你怎样去能够侍奉主 侍奉得更加兴旺 在教会风生水起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问的是 你究竟想教会 求主赦免我们有时候 真的凭己而行事 甚至好像做出很多 很有成绩的后果和结果 甚至我们说是主的工作 但其实全部都是人以而生的事 虽然我们明白主可以扭转很多东西 但你却不想我们做信徒 是这样走这条路 求你帮助 因为解读主你的工作 要用上帝的说话 亲爱的父神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到解读上帝你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是凭着你的话语 来到解读 每当我们凭我们自己给意 来到解读上帝你的工作 做成成绩之后 我们说我们会荣耀给神 但是却是 把荣耀跪在自己身上 圣主啊 你的灵 真的要更多了提醒我 我们需要你的提醒我 我们需要你的提醒我 我求你 我求你提醒我 祷告共主耶稣的名字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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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